大家好,今天是2月13日,年初二 這是我年初一 現在差不多下午3時 有少許空檔 其實之前我已經完成了 即是那些鏡頭我已經完成了 今天下午有時間 有一個多小時,再跟大家完成這一段 今天是年初二,也是赤口 但是現在的人沒有了,沒有理會了 是不是赤口也好 其實正常都是去拜年 但是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那些人都少了 在街上看到那些拜年的活動 真的少了 我們今天年初二也祝大家牛年 身體健康,新年快樂,萬事如意,裁員廣盡 中間也有很多事 其實也有很多事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做一個 過去五六天做個recap 林鄭牛年的第一劑 牛年第一劑,就是年初七 年初七,還有幾天 就是今天年初二,年初七 第一,所有香港人 你無論進入這個政府的場地 或者任何食肆 都要強制安裝這個安心出行 或者是登記 那其實是一件事 即是強制你安裝這個安心出行 因為你不可能不吃東西 那你出街的時候也不可能 即是強迫你去安裝安心出行 我們之前已經說了 他一定做監控 牛年第一劑 好了,我們怎樣去 即是你說不安裝就不可能 但問題是 怎樣去令自己手機或者個人資料 盡量避免外洩 我們稍後會跟大家說 好,再次多謝大家 在過去一年加入我們的Patreon頻道 希望大家都加入我們這個後備頻道 就是5美元一個月 連結就在下面 鑽石九組合,再創新高 就去到304萬 即是我們五年多一點 增值了兩倍多一點 204% 那美銀免費組合 都已經去到70% 即是一年多一點 就增值了七成 那由35萬美金 就去到59萬美金 那今個星期 我又停一個星期 就不放收費 放到網址上 下個星期再放回 等它吃著一季 那大家如果想訂閱我們 2月份的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還可以付費 那大家記住 點擊我們 就是YouTube下面 YouTube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weekly的連結 那你點擊進去 然後按左邊訂閱 右邊的小鈴鐺 有片就會通知你 那這個就是林鄭 牛年第一擊 年初七 迫 迫的了 即是我用這個字迫的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不是啊 你也可以進去食肆做登記 不行的 哪裏搞到啊 大哥 你登記得來也死了 對不對 坦白說一句 你多過一個多兩個星期 它就會迫你去 裝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食肆 沒有可能這樣跟你登記 怎麼跟你登記 大哥 已經不夠人手了 那間庫林 它真的請了一個人 在門口跟你登記 你等位還是登記 對不對 你說可以 我一邊等位一邊登記 那就可以 它遲些就迫你 安心出行 現在其實根本上 坦白說一句 政府大樓 你都未必已經可以不去 好了 喂 食肆你不能不去 那又更絕 喂 你現在 我買外賣呢 Sorry 外賣都要 這個是很離譜的 為什麼呢 外賣我沒有進去 那就是擺明是迫你 為什麼呢 疫情它怕快結束 你完了 你完了就沒有藉口 其實它現在也沒有 你只有17個個案 為什麼要逼人安裝呢 問題就是監控你 一定監控你 一定拿你的私人資料 很肯定的 好了 你有張良計 我有個場梯 那有什麼辦法 可以破解它呢 那一會兒 大家就和大家 比較詳細說一下 有什麼方法 可以暫時破解它 好 祝大家牛年 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財源廣進 萬事盛意 今天就是年初二 假期到年初四 直至下星期一 還是公眾假期 下星期二 才正常要上班 只有17宗 年三十 新增17宗 創了三個月以內的新低 所以 其實 很多人在網上已經說了 既然17宗 為什麼一定要逼人安心出行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要監控你 我現在不拿你的資料 不能拿的 為什麼呢 你一旦過了疫情 你沒有借口 叫別人 安心出行 等等 等等 所以現在 他就趁疫情 趁未有疫苗之前 就逼你們 裝完 拿完你的個人資料 因為那些程式 他一放在你的手機裡 你刪除不了 他一放在你的手機裡 他就拿你的資料 那麼 這個程式就會 背在你的手機裡 他就會背在你的手機裡 甚至有可能 背在你的SIM卡裡 所以 大家一定要 找一個安全的方法 某程度上來說 你很難不讓他知道 你去過哪些地方 但是問題就是 最少你的個人資料 有很多你個人私隱 這些資料 你暫時是有方法 不讓他拿的 所以一會兒 我們就會跟大家 網上也有很多 其實 有些很professional 也有 有些很貼地 也有 很民間 一會兒跟大家說 五六個方式 這個 就看到 他是 跌落地 拿回一堆沙 封了二十六個區 搞這麼多 只是佔同期個案 多少 0.03% 這個 徐英偉和林鄭 還說封區 封大廈有效 那麼 梁子超都說 沒有任何作用 他政府的顧問醫生 都說沒有任何作用 為什麼 你找到零是沒有用的 你找不找他都是零 你不找他都是零 那麼有很多他找到的個案 其實本身他們已經是確診了的 那麼他醫治完之後 他身體帶了抗體 而已 就不是你那個封區找出來的 那麼大家其實看到一件事 就是封區 封大廈 搞到件事很嚴重 那麼就可以叫你安心出行 是吧 最後一擊 他現在 因為現在在阿爺來說 一定要清零 因為你看到別人 美國 和英國 大家上網可以看那些數字 很多 很容易看 上網可以看 譬如英國 美國 新加坡 跌得很厲害 新加坡個案跌得很厲害 這一類的地方 澳洲 是跌得很厲害 和高峰期的時候 有些地方 都還是差 譬如說巴西也是差 非洲某些地方都是差 所以問題就是 他現在不安裝 當疫情再緩進去 有疫苗的時候 他就沒有借口 逼人安裝 所以現在他就要逼你們安裝 那麼就先拿完你的資料 拿完你的資料 你一安裝下去 他就拿你的資料 其實不用等的 他一安裝下去 就立刻 將你手機裡面的個人資料 即時傳送回到他的伺服器 其實是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們先說這個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現在澳門有疫苗 澳門已經有了 其實你說打了疫苗 對澳門有沒有大的幫助 其實沒有 因為他本身的個案很少 其實 本身韓一誠是做得很好的 其實林鄭沒有辦法 她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 很多人就會直接把澳門和香港比較 因為大家是同一個阿爺 雖然你說澳門的人比香港少 但是一件事 別人真的做得這麼好 坦白說一句 中國如果沒有澳門 她在世界上來說 沒有這麼威風 因為你現在跟別人說 你台灣厲害 我澳門也厲害 本來是想說香港 但你看到香港就不用說了 因為為什麼你爆了四波 你爆了四波 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你看到林鄭現在 她是無計可思的 為什麼呢? 你比較 最慘弱的比較 大家都是特區 那麼外間的人呢 例如特別是美國 英國那些 她不知道你澳門本身歸了 她不理這些 大家都是特區而已 為什麼一個好一個不好呢? 所以你看到她現在 無計可思 那麼 科興現在 甚至她曾經說過 這樣嗎? 那不如改法例 等她合法就可以了 這樣 其實根本沒有意義 我說過很多次 我說 你要過中國的藥監局 是你自己的 訂閱 沒有人要求過 你要過藥監局 其實 她就把標準 定得跟世界一樣 但她就過不了 那麼現在林鄭 就離譜到一樣 就說 這樣嗎? 臨床數據 外國報告 登記刊 如果這樣的話 就隨便找到一樣 沒有的 臨急使用就可以了 那你不如取消了 是不是? 我說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問題是 你自己又要把標準 定得高 你自己又做不到 是不是? 她現在沒有辦法 她現在沒有路走 其實 你看到封區那麼久 阿爺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一句也沒有說過阿爺 正常應該好像澳門一樣 讚的其實 澳門有疫苗 阿爺是讚的 為什麼呢? 澳門有疫苗 新加坡有 那為什麼大家都在下 你連疫苗都沒有 我不管你什麼疫苗 你什麼疫苗都沒有 科興也沒有 國藥也沒有 復星也沒有 復星也沒有 復星就是輝瑞 你什麼疫苗都沒有 人家已經打了 我的朋友已經在新加坡打了 輝瑞就打了 OK 他說很多人都打的 在新加坡有幾多人打 他說 那為什麼你在做什麼呢? 國藥也沒有 那你正在訂什麼呢? 對嗎? 人家可以比較 所以她現在已經沒有了 已經九急跳牆了 即是她一定要做一些事情 希望可以挽回那個頹勢 其實她知道一件事 一旦沒有了疫情 她收一個電話 或者收一個訊息 她就可以叫你因病 即是自動請辭 其實 有多難呢? 是吧? 中聯辦那些很多人都比她高級 兩百多人都走了 是吧? 有多難呢? 現在你特首 即是 坦白說 第一 你無權無派 其實現在沒有人承受她 全香港也沒有人會反對她離開 她離開 你說現在為什麼這麼多蛇蟲鼠蟻走出來 希望做跑馬仔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認為 我做得比林鄭好 因為這個是低到低於地底泥的 這個是負分來的 所以你看到有這麼多 哇 老到好像曾玉成那些走出來跑馬仔 為什麼? 我不會比她差 眼看也是 我想你未來 即是香港再過多十屆八屆 都不會有人比林鄭 其實是最差的 差到怎樣呢? 差到連黃大仙 好像是昔昔那個 99年 未試過在農曆年期間不開 就被她打破了 這麼壞 她承諾 新年假期不封區 但是 不過 重開部分營業住所呢? 有條件的 有條件就是你一定要 開期 開頭早期就說或需用 現在就必定要用 你看看她那些 波路呢 跟過往以前黃後碼頭是一樣的 開頭就或者不評論 跟著呢 你可能需要的 跟著呢 就一定需要 每一次她都是一樣的 跟當時黃後碼頭 她做政務司 做社署 是一模一樣的 她那個風格 她那麽討厭的風格 是從來未見過的 從來未見過 也從來未改過 所以香港人沒有一個人相信的 在她之下的整個特區政府 所有的局長官員 一樣是這麼討厭的 那些人一樣是這麼討厭的 沒有一個官員說話 香港人就相信的 為什麼呢? 你頭說謊 你說謊 你找些人就說謊 一定的 因為如果你找我 我不會去做你的幕僚 因為我和你根本就是兩類人 我怎會走過來 是契弟才跟契弟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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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所以整個政府沒有人相信 好了 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破解 如何暫時破解她的安心出行 現在有很多方法 因為她現在的要求是 年初七開始 所有進入政府的大樓 包括你的游泳、踢球 或者是任何的食肆 包括堂食、外賣 都要掃這個安心出行 大家可能想著 我暫時登記便可以 不是辦法的 暫時登記 那你就要等很久 是嗎? 沒可能的事情 如果我進入一個政府大樓 你登記便會龍鬼那麼長 有一件事 你是沒辦法隱藏的 就是你的行蹤 因為通街都是那些監視鏡頭 是你不知道的 這個 你不用想便會掉 除非你帶過面罩出街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最主要是 避免手機內的個人資料 都被她拿到 為什麼呢? 她一放進去 她就拿到你 你看到那個權限 其實你所有手機 任何權限她都可以拿到 相片 email 監視通話 銀行 其他 例如你Facebook Gmail 所有的帳戶 所有你朋友的資料 她全部都可以拿到 她的網路 監視你還可以 因為她的權限 是完全開放的 她是附在你的手機內 那個程式 她是附在一個程式內 正常我們安裝一個程式 現在蘋果就會問你 我想拿這些權限 哪些權限你給我拿 你就拿 要不然你就漏空 但是她就是全部權限拿了 你不能夠 不行就安裝不到 你安裝不到 你安裝不到就進不到 你說政府大樓我不進 OK 但是一件事 沒有理由你連食肥也不進 那就是她被控制 那如果去每一個地方 你都要登記成天十島的時候 是很不麻煩的 遲些她就連這件事也取消了 因為她要盡快在疫情之前 拿完所有資料 那她現在拿的資料做什麼呢 第一件事先對一下 你有沒有反送中 一掃你的相片便知道 所以我很早期已經跟大家說 你有參加過任何反送中 那些相片 麻煩你把所有相片都刪掉 或者放在一部手機 總之你不要放在家裡找到的東西 你放在德國伺服器 美國伺服器 我不管你 第一件事 你不要放在家裡任何手機 如果你參加過反送中 任何前線 那些 千萬不要 但是 無可避免地 你的手機裡面 一定有你的個人 個人相片 帳戶資料 銀行帳戶 很多你私人的東西 所以你原先那部手機 絕對不可以用來掃個安心出行 也不可以讓它上到你家裡的伺服器 或者任何你家人連接手機 否則它一拿就全拿了 所以現在暫時 破解安心出行 就是 因為安心出行 你要實名登記 走不掉 譬如說你是李小龍 他就要知道李小龍 身份證號碼幾號來過這裡 這件事你走不掉 因為這是實名登記 好了 你登記了之後 有辦法 你買一部清水機 我看過 你不要買小米 不要買小米和華為 小米和華為 本身就是有監控形式 他連這個安心出行也省了 你買三星 或者蘋果那些機 我前兩天看過 最便宜是八百多元一部 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去一個有Wi-Fi的地方 你買了一部手機 去一個有Wi-Fi的地方 然後更新 用Wi-Fi熱點Wi-Fi 例如麥當勞 71 那些 或者地鐵 然後 你安裝了這個安心出行APP 這個安心出行APP 你一定要實名登記 或者要你身份證 檢查的Copy 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它不需要你上網 掃安心出行 你開了一部機 放在它 便完成了 即是李小龍 三點鐘 來過這間庫林 或者李小龍 四點鐘 來過大家樂 好了 接著 你就長開那個飛行模式 你有一個飛行模式 你長開飛行模式 就一定上不了網 那你就不用擔心你回到家 你怕突然間 連上Wi-Fi 因為你開過飛行模式 就一定連不到 好了 如果你也是怕 不想被人知道 你去過哪個Wi-Fi熱點去更新 那你在那個設定裏面 就有一個叫做MAT Address的地方 你進去 按下去的話 它就會擾亂了它 拿到你的IP Address的資料 所以你有 有些人說 如果我用原先的手機 用VPN行不行 可以 你可以教個VPN 即是Virtual的Network 因為你用過VirtualNetwork 它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哪裡 但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是冒險 VPN也是冒險 暫時它是不需要你連線的 你現在是連一張假卡 即是太空卡都不用買 它只用DOOT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買一部清水機 最好買Samsung Samsung、LG 總而言之不要買國產機 因為國產機一定有監控程式 然後去Wi-Fi熱點 不要用家裡的Wi-Fi 去Wi-Fi熱點裡 下載了一個安心出行 然後這個安心出行 你登記了 這樣就完成了 最好用麥當勞 香港寬頻等等 它們有Wi-Fi 然後會長開飛行模式 長開飛行模式 你暫時做著這兩件事 它就不會拿到你個人資料 這部手機你可以用來打機 這部手機你可以用來玩遊戲機 這部手機 將來你回大陸 就只戴這部手機就可以了 即是說知道你的手機是不能上網的 所以遲些 可能在你掃描的時候 它要在日常更新資料 就像我們打遊戲機一樣 到時你就沒辦法 就要買一張實名卡 因為很快它都會實名 但一個月你就給多幾十元 現在都是七八十元 這樣你就保障了自己的個人資料 千萬不要用你原有的手機 你用你原有的手機 所以你只要一張 所有資料它都可以拿完 你一張 不用五分鐘 它就會拿完你的所有資料 然後往後你所有的東西 它全部是可以監聽的 除非你把這部手機由頭 重新過 否則那個監控程式 是永遠在你的手機裡面的 所有你的密碼 你參加過反送中的照片 你的朋友參加過反送中的照片 你所有的Facebook密碼 只要這部機曾經有過的東西 你家裡的伺服器 曾經有過的東西 它都可以拿完 甚至realtime監控 你說什麼都不行 所以大家暫時用這個方法 不用買一張太空卡 不用開了一張卡 因為它現在要數個安心出行 直至一件事 它再改才算 但是如果疫情完了 它也未必有藉口 你熬過這幾個月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安心出行的下載網 因為它現在是被迫 那間 即是它是逼食肆一定要安裝 是逼食肆一定要安裝 所以是很麻煩的 這些人很明顯看到 你是想拿人民的資料 喂大哥 我買外賣 我都沒有進過那間餐廳 為何我要數個安心出行 你解不解釋給我聽 我都沒有進過 那打電話用不用 打電話用不用 就是這個問題在這裡 很明顯的 你看到 只要買外賣一定是不需要的 但是這個問題都需要的話 因為一件事 那你不安裝 我又如何拿你的資料呢 這一間赴湯道火 就是refuse了 其實我老早已經說過 叫大家不要留那些 如果你參加過這些 即是反送中 或者甚至前線這些 我老早已經說過 你所有的資料全部折掉 你現在看到這個 我也說過很多次 不要在這個政府之下去做生意 我說過很多次 你看這個赴湯道火 他連初七日 為何會結束呢 他不想去拿客戶的資料給政府 因為其實你叫他安心出行 坦白說一句 司馬超之心路人皆見 誰人都知道現在17宗為何要安裝 之前你不安裝 因為快要完 我不安裝的話 就沒有藉口叫你安裝 是吧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 我便有什麼個人資料 我便盡拿 但問題是他知道 其實他一叫你掃 就是幫了政府拿你的個人資料 是吧 他又不想這樣做 那你想想一件事 其實為何他不早就關掉 是吧 有些人還有良知 但有良知的人在香港是很少 是吧 即是他不想助就違約 是吧 我不想助就違約 我寧願不拿牌 有些人可以 例如私人執業 來家裡 那些就不需要 即是當大家 當大家為朋友支持交租 那些交租 你不需要 對不對 更好過你只要拿牌去搞 所以我老租叫大家不要做生意 其實他很嚴重 因為大家知道去年 我想他差不多有八個月是沒得開業的 那你就百交租 是吧 那為何要這樣做呢 是吧 但我知道這件事 我要稱讚他 即是有些事情 有些人是不會做的 只有些人是有些正義感的 一看就看穿你想做什麼 對不對 那為何要幫你助就違約呢 坦白說一句 即是 那麼辛苦他都捱過了 是吧 那麼辛苦 即是我寧願倒閉了 最差就是倒閉 香港有很多人是有正義感的 不過我告訴你 香港有正義感的人是很少的 越來越少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就已經是一路被人罵了 喂 地盤啊 大哥三跑啊 不能停工啊 是吧 那為何那些 就是 深水埗啊 油麻地啊 佐敦那些 可以封大廈封區 那麼三跑那些 喂 坦白說 那地盤 都不會擾民的了 那地盤而已 那為何不可以停工呢 就要定期檢測呢 因為那些是國內的嘛 那些不是國內工人 那些不是國內工人 承包的公司就是國內的嘛 那怎可以得罪權貴呢 是吧 立即解僱你也還可以 是吧 那你見到 那你見到 香港司馬超之心 路人街見 每個人都看到了 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 開頭的說 是吧 黃大仙也是啊 原來呢 不止這個息息元 黃大仙也是啊 白年第一次 過年呢 就不開 好像去年也還有 去年二零二零年也還有啊 那麼今年呢 就是連黃大仙也結束了 所以我們很早說過 林鄭那個殺傷力很大 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實這些 很不老禮的 很不老禮的 特別在中國人來說 你這些 祈福等等 如果你在這麼重要的日子 那些人上不了頭炷香 那些人會堅持堅持 總是覺得那一年呢 就是好像每樣事情都不遷就手 那樣的 不是這麼過眼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我說牛年呢 以我們的經驗呢 牛年不好得去哪裡呢 你如果抱有很大的期望 覺得 喂 上年鼠年這麼差 牛年應該好很多 我覺得你可能會失望 就是牛年呢 是不會比鼠年好多的 好過鼠年 但是不會比鼠年好多 通常呢 很旺的年份呢 虎年呢 虎年呢 虎年通常都會旺的 又或者是尊年呢 通常尊年都會旺的 蛇年都好些 蛇和兔都好些 但是牛年香港會很旺呢 很少 你想回12年前便知道 就是 200 2009年 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不是12年前 12年前便是牛年 可不可以 哈哈 是不是 2009年 雷曼 雷曼是零八年爆 2009年 正在復甦 開始在2009年尾 四叔 有些房子 天價成交 當時的天價 但是真正要好 就是2020 2021 大家回顧12年前便知道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今年呢 是會比去年好 但是不會好得好多 不會好得好多 好了 我們看看中間這段 四五日時間裏面 特區政府做了甚麼壞事 其實這些壞事令香港 就是說 重啟經濟 你說內部 中國香港的內部 多了些消費 是會的 譬如說煤氣便多人用回 你沒有疫情的時候 有人可以喝茶 是嗎 譬如電力的 用回多些 多些人搭地鐵 多些人搭巴士 但是你說 真的要經濟好的話 我看不到現在 共產黨在香港這樣做法 2021年會有任何復甦 我看不到 但大家看了發生了甚麼事 黎智英就無法保釋 過年就照舊 在拘留所裏面 這個已經是很離譜的 我覺得是 因為為甚麼呢 拘留了這麼久 他究竟有甚麼罪名呢 即是你說他 頭號重犯 大化人心 那麼他犯了甚麼罪呢 Exactly他犯了甚麼罪 可不可以說出來給人聽聽 沒有 他犯了甚麼罪呢 是吧 今天也沒有 沒有大公民會說出 他犯了甚麼罪 那麼 人家 即是你當我們是 我們都想洗耳公聽一下 其實他犯了甚麼罪呢 沒有說出來 之前又說他操控 壹傳媒的股價 那麼有沒有證據拿出來呢 很久了 大佬 八月的事 八月 之前不是說周庭那些洗黑錢 又五個月過去了 六個月都過去了 差不多 那麼有沒有證據呢 是吧 唐英傑就是七一駕駛電車撞賣的那個 這樣就 不設陪審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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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因為他怕陪審團反對 那麼不設陪審團 那就是入行力 是吧 就是入行力 你只是這些真正是用 我知道他想甚麼 其實他的想法就是 嘩!這麼嚴重的罪行 外國說我可以吵架他 對不對 不是這樣 問題是 即是外國是 無論多嚴重的罪行 都好 他都是有陪審團 那麼如果你沒有陪審團 而開了一個先例的話 其實在外國來說 大家稍後看到 外國根本上 在年初一就已經說了 即是香港是 很容易有無理拘捕的 其實是很麻煩的 你想別人來是很困難的 這個 李家超 是吧 即是很奇怪 我們也說過 錢多多不是在 在灣仔 即是酒樓門口被人斬 我也說 不會抓到人 我們說錯 斬他的人 甚至我自己走進去 警署 你也不能抓我 因為我是國家的人 好了 但是 那些 即是他所謂的 違禁品 爆炸品 在粉嶺市場 找一個山頭 找一棵樹 下面挖個洞 他也找到 這麼神奇 做到這麼明目張膽 他真的不怕別人說 其實是 是吧 他在門口 拍著斬 今天也沒有消息 也找不到人 這樣也找不到 是吧 那你就看到這個李家超 是吧 其實不是他要說的 不是他要說的 是後面的人叫他說的 香港現在還有示威嗎 還有黑暴嗎 沒有啦 只有黑暴而已 沒有黑暴 穿黑衣就是黑暴 對嗎 對嗎 問題是說 李家超那些 你也不要想著 他會留得很久 當林鄭一落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過來 那些人都臭了 即是共產黨未太過濃 這個就比較重要 這個大家就要 現在呢 現在呢 暫時呢 因為 美國的問題 所以他暫時呢 就不能夠鎖角 也都不能夠阻止香港人出境 但是呢 他就 走一個迂迴的路線 就是阻止你入境 他現在呢 就借了有一些人入境 就是可能被遣返人士 所以現在保安司呢 即是李家超呢 他就賦予權力給他入境處長 他可以拒絕乘客出境 他這不是拒絕乘客出境 是說 不准你回來 即是說 任何人要來香港 事先麻煩你給我一個列名 你給我一個列名 入境處長是有權拒絕任何人 入你香港的 即是說在那邊呢 他就不可以出境了 因為這邊不收你 问题是在那个约束力里面 他没有说明那些会是一些来到香港会被遣返的人士 问题是基本上现在没有人跟香港有引渡来遣返什么犯 问题是他给了一张王牌这个入境处长 哪一个人在特区政府的 list 里面的话 你就不能够回来香港 简单说他就是埋了一个伏笔 如果你将来移民离开 我知道你移民离开 我就通知入境处长你不能够回来 因为问题是他永远 因为当你在美国在英国入籍的话 你就不是用本BNO的 你就用英国公民的 那你用英国公民的时候你就可以进来 因为你不用BNO 问题是他现在这样就是 这个人如果我知道你是移民的话 我就通知这个入境处长你不能够回来 都是针对移民的 其实他就想做一个阻吓作用 你不要走啊 你走了的话 我不让你回来的 所以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移民的话 麻烦你一样东西 要么就是将你的资产 将你的家当 授权给一个你信得过的人去处理 要么你就卖掉他 他现在做得出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令你不出境 那就令你不能进入境 对吧 他现在阻止不了你出境 因为有鬼佬在这里 那就阻止你入境 对吧 鬼佬他不会阻止的 除非是那些战狼啊 那些 坦白说 美国佬都不会来 有几多个人 是因为 有可能被遣返而进来香港 回来香港的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而已 对不对 其实一样东西很明显 这个政策已经针对了 已经移民了那些 因为问题就是 如果你有罪的话 他多容易得你来香港呢 因为你回来香港我能逮捕你 对不对 许智峰回来 你以为他会不会阻止 一定不会阻止 因为他想逮捕许智峰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就是阻吓你们 任何人 如果你让我知道你移民的话 你就不能回来 因为他不需要公布什么原因 他不需要公布原因 他不让你入境就不让你入境 他可以不讲原因 那你就看到他做这些事情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些鬼佬 你当那些鬼佬是傻的吗 对不对 中间的坏东西还有 通识科 通识科我之前说过 他们会有一个 computal 就是一定要回内地考察 内地考察 就是你不合格 一定是 就是 后果就是你不合格 你不能升班 这个是最重的比重 那就搞定 是吧 这些事情 也不止 为了加强国旗教育 学校或者需要每天挂国旗 每一个星期 做一次升旗仪式 你问我 我觉得你这样搞的 其实是 你直接一国一制 就好了 我看他做得这么辛苦 其实我看他真的做得很辛苦 其实是 这件事就着就着你做 喂 你又想要美国的钱 你又想要欧洲的钱 你又假装自己很强劲 那你就在那里 左找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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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多离谱的藉口找出来 坦白说一句 一国一制 不要搞这些东西 对不对 反正现在 就是 穿了锅 谁都知道 谁不知道 是吧 你看看这个杨润雄 我们老祖先说的 这个人不堪 喂 居然说九段线 是中国的领海 之前 世卫 世贸 已经裁定了 九段线 是中国领海 是违法的 九段线 并不是中国的领海 说得很清楚 要不然人家 怎会派航母来 你看看 这些就是杨润雄 他根本就没有留意到世界的东西 他只不过一件事 别人叫我读稿 我就读稿 如果九段线 是中国的领海 怎会容许美国 放几只 航母 在南海 没有可能 别人就是因为 你不是中 因为 世贸已经判断了 判了不是你的领海 而你硬地判断 当时 特朗普才派航母来 才派两只航母来 才派两只航母来 是吧 你可以看到 杨润雄 根本 他也不知怎样做 混混恶恶 这个医疗制度 我告诉你 昨天的正经短单 我们讲公务员 我可以告诉你 香港现在的医疗制度改革 势在必行 而如果以林郑现在做事 进地一步 我相信在100间医院里 起码有80间 是中国的学校 即是在中国 无论哪一间学校 她是医科毕业 她都可以来 排到很尾 才有一两间 美国外国 所有中国的 我相信她都放进去 所以我告诉你 你现在阻止不了 看这个款式 很快 今年2021年 她过了立法之后 她就可以立即执行 即是说 非常快速地 已经有内地毕业的医生 来到香港 在公立医院里执业 因为坦白说 她很容易 身份证是许法的 香港永恶居民有什么难 原来她来了香港很多年 今年年底 已经可以执业了 你挡不了 先做了医生 接着到医护 我们所知道 很多医生和医护 不算是已经走 对了 洗走你一批 其实我们所知道中间 中联办已经很生气 好像被香港医抵住我脖子 她想做这件事很久 即是说 我换了我的人 我的人是跟党走的 听党话跟党走 香港那群不听话 在她来说 她不会觉得医疗质素有什么问题 她觉得14亿人都在看医生 我们的医生什么不行 对吧 喂 我们大陆那些药 14亿人都在吃 有什么不行 那么问题就是 因为她 你想想 任何技术 去到非洲都一定是先进的 因为她很难落后 对吧 你看看现在新加坡 中国差不多 新加坡的100间 学校里面 中国那些是排最尾的 还有别人一样 如果当新加坡的 医科生毕业是多的话 她立刻就剪掉中国那些 那你就看到别人新加坡 怎么看呢 但是她没有出声 她不会挑起事端 她只不过是有必要去rearrange 但是清华北大那些还有 那你就看到一样东西 别人新加坡做事不是乱来的 她真的跟随着你的学校 学府的排名 虽然去到没有执业史 但是你去到 你要跟一个公立医院的资深医生 两至四年 她说你得到你才可以执业 否则一样执包袱 但是现在林郑应该没有这些评章 她所organize的委员会 全部不是特首指定 应该是行会里面的成员的人 可以avise 即是她做一个委员会 去选择这100间国内的学校 其实这个委员会根本就是她的人 她又不是选择所有中国的学校 中国我告诉你 无论几楼的 几楼的大学都会在这个标准里面 全部都在这个标准里面 这个标准已经爆了 爆完之后 还剩下一个两个位置 就放一两间美国 或者放一两间欧洲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用想了 你在香港想做医生 做医护的话 我想现在连 两三年内 全面洗走 全面洗走 这个就是 昨天 昨天我看新闻 有很多次报道她 其实大家都看到 明眼人都知道是什么事 好像是49岁 49岁 但是这些人 她本身是副局长 我相信最少 她人工 加上福利 她应该不会少过20万一个月 记住加上福利 加上津贴 加上福利 应该不会少过20万一个月 我也没有时间去查 总之很高 但是问题就是 她因为她是副局长 她应该要行政将官任命 所以她扮得很辛苦 扮到自己有 我不排除她家里真的有血压高 但是大家要明白 香港很多人有血压高 中国很多人有血压高 她的血压高 还是低 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 食药有没有用 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看你的样子 未必知道 她说下压高到101 高到101 当然是危险 会爆 但是问题就是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事 我觉得不是 基本上 她还加上说一句 她说她不是移民 因为你要先过去行政长官 她做了这么多事情 想做什么呢 就是保住退休的长量 她做了这么多事情 就是保住退休的长量 所以香港人很可怜 但是你反过来也看一件事 这些人 我也不觉得她有什么能力 她是2017年升上去 2017年还没有发生现在的事 她怎知道会搞成这样 如果搞成这样 她不做 是吧 就是几经辛苦 左扮右扮 才能骗到人 告诉别人 我因为我父亲性 我遗传病 所以不做 还要过林郑 林郑 现在知道她想走 她没有事 当她真的成功地 退休了的时候 就 首先把钱调走 人未必要移民 好了 我离开了官场 半年之后 没有人再记得我 那我再移民 但是首先一件事 安排了自己的子女 父母 钱先走了 一定是 她怕被人供你的产 我告诉你 也有可能是别人叫她走 因为你看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 这个位置 其实非常敏感 因为你真的要负责香港和内地的交流 你是副局长 副局长的权力也大 也有可能被人劝退 我要找我的人坐下去 这个也是 我在正经短打也有说过 是吧 一周故事大事也有说过 大家知道加里密留在香港多少年 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八十年代 你想想加里密留 现在她将超过五成的股权 卖给顺锋 那就是一件事 他们想退出香港 加里是堂皇国学年旗下的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都在移民 走国安法的时候 她就退出 其实基本上 顺锋 买加里 没有太大作用 因为 顺锋本身 已经有了那些机队 或者其他 唯一一个好处 就是 名字好些 因为顺锋 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 收了一篇 就是共产党 旗下控制度 加里密留 名字好听一点 唯一是这样 很多年前 N年前 已经有些老前辈跟我说 他说 顺锋 当时不是这么简单 1999年 98年 我在大南街 顺锋 还是一条齐一条 很难 你可以在大陆 通过这么多关 可以送货 不是钱问题 很多关系的问题 这个王位 一定是有些本领 其实 他有些本领 或者是刚刚时代需要他 类似马云这些人 类似马云这些人 就是说 我需要一些这样的人 我需要一些香港背景的故事 就是这样 不关于人的本领事 跟人的本领事 无关系 我给你做 如果我 给你绿灯理 你可以做的话 你一样变首富 十几亿人 对不对 我们也说了 你说 2021年 香港可以重启经济 我觉得机会是很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 加拿大已经出来说 我不会因为示威 国安法被控的年轻人 而拒绝他们移民加拿大 很清楚 你看到别人说的 我现在不赖国安法 我现在不赖国安法 澳洲也出来说了 他说他不赞成澳洲籍的人 再留在香港 因为 你会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大家知道现在澳洲和加拿大 和中国的关系 是很差的 大家知道 因为孟晚舟那件事 那两个加拿大人 真的被人拘捕了之后 拒绝了生猪肉 拒绝了两年多 现在 罪名都没有 澳洲也很害怕 因为现在澳洲和中国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随时移动中国 他就拒绝了你的人 他只是拒绝的罪名 现在是不用审的 真的不用审 那两个人是没有审的 那两个人是没有审的 那两个人是未审的 已经是2019年到现在了 即是孟晚舟2019年到现在了 1920年两年多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 香港人就不会找外国领事去保护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现在告诉你 总而知你在中国或香港出生 我就当你是中国人 我就当你是中国人 除非你走来跟我说 或者你自己去你自己的有关部门 你放弃这个中国国籍 有个合法政府文件 他才会保护你 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当你是中国出生 那领事就不会保护你 因为你现在不承认双重国籍 他现在等于不承认一样 你不承认BNO 即是等于不承认 在香港人来说 没什么人他会有一张BC 他大部分都是拿着BNO 所以我便不承认 你根本上就是中国人 我是香港的领事 我怎会保护你 也都告诉你 其实关系已经去到很恶劣的地步 这就是刚刚 就是我现在录音之前早上出的新闻 就是说 因为英国的问题 就是中国就说 英国的BBC 报道疫情的是假新闻 所以禁了BBC 香港电台一定跟障 你知道香港电台一定跟障 但是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仍然可以在YouTube看到 BBC的新闻 我们仍然可以在YouTube看到 只不过港台不播 但问题揭示了一件事 就是说 现在阿习这样做 他是自己拉着自己的后脚 他是完全 他是那些传统 但是他又没有毛泽东的智慧 他不懂得审时度势 他是一条蛮牛地冲上去 你能看到 英国外相 他就剥夺媒体自由 但是英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美国国务院 都发炮轰 他限制资讯流通 现在在中国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在欧洲 其实英国的金融系统 和科技 或者是医疗 仍然是最领先的 那些什么法国 德国 因为地方大 所以就比较有钱 但是呢 其实真正的英国 金融系统 医疗 其他的设备 英国是领先的 所以习近平是不懂事的 你得罪英国 其实没什么允计 英国是可以联合其他人 一起罵你 但是我们乐于 见到他做这些网狗的事 为什么呢 他就死快点 你越做这些事 拜登就越不能够松绑 拜登就想松绑 但是 透透看看 因为为什么呢 你做这些事 根本就过不了美国国务院 你过不了国务院 又过不了议员 曾玉成 屈永延 屈永延 是七头 根据屈永延 他应该是党员 我们老早都说了 那时 只进去李大救 那个什么环 忘记了了 他一定是党员 他是地下党员 为什么他都走出来 其实曾玉成 在做完八年立法会主席之后 其实香港人对他很反感 很反感 长头草 没有人指议他的 为什么他都敢走出来 原因就是 因为林郑实在太差 没有人会说曾玉成会做得比林郑 因为林郑是最差的 你看到他现在 为什么去跟张智光吵架 博议其他政府团队 博议这个政府 原因就是 他要说这个政府不好 他才可以出来选 如果这个政府这么好的话 林郑做法就可以了 林郑还未满任期 还有一年半 是吧 好了 你看到 连李慧琼 大家如果记得 几十年 建制派在香港 有没有听过他们说要入政府 没有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说要入政府 现在要入政府 一个问题就是 建制派他本身 议员 正好来说议员 他拿到接近的资源 香港很多资源 在江泽民的年代 都是埋在建制派那里 建制派吃很多蛇齿饼 但是一样东西 他又不用被政府官员的政府架构所规范 所以大家看到 很少建制派中人 在中间走入政府里面做 因为你一进去政府里面做 你就要被他规范 当时英国佬是定了这个框架出来的 好了 你看到现在 几十年后突然间 李慧琼走出来 民建联要找多些人入政府去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党 现在已经见到危机 我们老早已经说过 当共产党收了一篇之后 黄蓝都死 当时没人相信 当时个人都说 蓝就没问题 现在看到 不管你黄还是蓝 全部要宣誓 宣完誓之后 全部不走 他就是借过宣誓来不走你 好了 你以为解决了泛民 泛民一定是黄 建制一定是蓝 是吧 原来不是 你以为没有泛民 立了所有资源 共产党不会让你这样做 立刻极速整个自经党出来 好了 我是民建联 那我去哪里 入政府 吃得多久 蛇齿饼中得多久 所以你看到他突然间 这么神奇 我们要入政府了 那你以为他给不给呢 你说呢 看看 很多人说 紫荆党是留的 我们不用怕他 完全不用怕他 你看看人家正式说 三月上线 有方田 你可以填方的 你可以填方 我想加入紫荆党 廣邀海龟派官二代入党 target 二十五万香港党员 二十五万 那你 民建联属是入于什么呢 人家有二十五万党员 但是大家记住 你进了党之后 你拿到好处的话 你走不了 这件事大家要心里有数 你进了他的党 即是等于共产党 你进了他的党 拿到好处的话 你走不了 他的党就是这样的 永远他都牵制着你 好了 现在他想来做什么 很明显 第一 拿回所有立法会 区议会的资源 我要收回所有的东西 第二 抢特首的位 是这么简单 抢完特首的位置之后 接着怎么办 接着所有的官员 就是我 就是我的人上 接着便使用你那些政府官员 包括你医疗架构医护 很清楚的 共产党做事一向都是这样 那这班 就是这班 民建联是狠狗的 如果不是 哪有这么巧 三月上线 二十五万党员 以前 文汇大公 连一句都没有说过 你看看文汇大公 东方 一句都没有说过 多人过你的警察 我告诉你 你警察只有百万多 人家有二十五万 那你就想 就是这样 是吧 共产党怎么会给你有二十几万人 不要说二十几万人 二百人 二十人都不会给 那你就知道 这个党实际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阿习那条线 应该是阿习那条线 只不过他就是商界 即是说 立法会那条线 共产党要了 政府那条线 我要了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连商界那条线 我都要了 那你就收光了 是不是 你民建联还想着 一个人拿完所有资源 没有的了 你的党 收皮了 不用斗的了 一定输的 我告诉你 现在他硬来的话 你一定收皮 好了 我们讲讲一些国际新闻 这个假到不假的俄罗斯和世卫 就去了武汉 其实 坦白说他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现在 事隔超过一年之后 还去看武汉实验室 或者华南可鲜市场 根本这个就是多鸠鱼 那和阿习 就是阿习 就是阿习教了他们怎么说 喂 俄罗斯专间说 喂 那个P4实验室很棒 很先进 想不到他会洩漏 但是他现在看那个试验室 我想已经不是之前那个 他重新起过都可以 中间 重新起过 不会再放任何东西 是吧 但是美国 现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美国就不会负你 美国国务院只不过 循例式 我回应一下你 人家说得很清楚 病毒毫无移民来自武汉 很清楚的 美国也说了 我不会相信世卫 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数据去分析 因为美国现在全国国家都在反中 整个国会所有议员都在反中 白点说一句 喂 怎会 怎会 这个时候 认同你的报告 多余 就是 出卖我们的人民 没有可能 喂 美国死了那么多人 是不是 怎能够 怎能够 那是谁 如果又不关你 现在 我在中段听到过 原来他们想说那些病毒是源自美国的 即是说 你美国自己的病毒 弄死你自己 不关中国事 这样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礼环折曲 共产党是很厉害的 他不怕 他不怕你笑他 其实他面皮厚度 即是普通人 我们一般人来说 你自己都顶不住 一年之后 再去看 你看看他面皮厚度 不要紧的 接着你说 喂 那些病毒 是由武汉世卫 是中国出来的 他就吵架你了 世卫来看过 不关我们的事 他还会不会跟你说 一年后来看 不会的 所以你看到共产党 就是离环折曲 是吧 给钱搞得到的东西 不是用钱搞得到 是吧 我们也说了 拜登应该是习近平打给拜登 就不会是拜登打给习近平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老组就打了 是吧 需要这么多次哭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看台底 他们清了些什么 台面那些垃圾 即是新疆问题 即是习近平说 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那你不要误判 那你误判形势 如果你要说这些东西的话 找个外交部发言人也可以 用什么他打电话 用什么习近平打电话 应该就是台底的东西 我们今天 听到 拜登开始研究 是否要执行特朗普 剩下对微信的禁令 开始找团队研究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人 用一个招数 什么招数 就是说 我就不禁令 了 我就找一个团队去研究 如果这个团队研究出来 没有东西 我就禁令 不关我的事 Facebook Facebook 都一样 我找一个团队去研究一下 特朗普的案件 这个团队可以吗 不行 今天我们听到 Facebook 会开始禁止一些 关于政治的言论 开始禁止一些政治的言论 即是说 如果我们的时事 我们一向都没有用Facebook 即是说 慢慢地 可能不慢 因为他说 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了 加拿大和欧洲已经开始了 所有任何有关于政治的东西 慢慢地就不能够登在Facebook 或者他会删除你的帖文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说 现在拜登是一个老江户 他是看好你们的人的反应 他才做的 他是就着那些人的反应去做的 你看看 关于缅甸这个 他基本上是等这件事 发生了十天之后才做的 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是怎样 然后做些不恨不痛的事情 凍结了那些人的十亿美金 有什么用吗 对不对 有什么用 对不对 多少亿美金他都拿到 只要他控制了个国家 对不对 不恨不痛 那你就看到他有个老症骨 先看完 有些事是私下做的 譬如说 撤销某一些公司 其实有些公司 美国的公司和孔子学院有任何联系都要宣布 他现在偷偷摸摸就撤销了 即是你这些公司和美国公司和孔子学院有联系 因为那些公司是不用公开的 特朗普就要公开 还禁止他 好了 现在通话之后 跟习近平 接着就研究 取消特朗普 对于WeChat的禁令 一天前 就看看如何再看看 特朗普禁止了TikTok的禁令 那你就看到 对不对 即是我们估计这个人是没有错的 这个人是出卖美国的 很肯定 出卖美国的 只要慢慢地 拜登露出个狐狸尾巴的话 那香港的民主局势就会更严峻 因为习近平知道 其实他和奥巴马一样 只有声音 是不会做事的 如果我不会做事的话 现在这些在香港台上的人 其实已经臭了 臭了 已经是 在国际上哪里都不能去 好了 我就换过一批人 即是林郑 李家超 鄭若驊 我换过一批人 那这批人 我就可以再多玩三年 是吧 那又由那批人开始做骯髒骑事 这批人换过就可以了 新人对新人 那你重新投资香港 是吧 那些人又回到香港 那些钱又回到香港 那是这样的 其实是 你看看拜登是 绝对的老油条 看完你们 哪些人有什么反应 你们对缅甸有什么反应 议会对缅甸有什么反应 议员有什么反应 哦 隔了十年后 哦 你们一般呢 都是不赞成军方的 你看到呢 中方还在提供给军方 缅甸 还提供很多资源的东西 给缅甸的军方 拜登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这些就是老正骨 是吧 好了 我先做一点点 凍结了你的钱 其实这件事是不同的 好了 跟袁习近平说 喂 我们要保持美国的繁荣 然后私底下 我就放你WeChat 私底下 我就放你TikTok 但我就不用自己的名字 我就找个委员会去放 但委员会是听我说的 一九样 其实 你等多一个多两个月 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 拜登 就跟Donald Trump之前说的一模一样 出卖美国 现在已经开始看到的受影了 已经忍不住了 已经忍不住了 因为习近平逼得紧 快点 受不了 很快 他就放了审计制度 即是维持原判 所有抵稿不用问 那 大量的资金来到香港 谷高的中概股回归 有可能会停 他主要是因为之前特朗普 如果不是那些资金 怎会不停谷入香港 那些美国上市的 怎会不停回归 对不对 是的话 我都好像以前那样 在美国上市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不要以为市场上升 没有事 资金一走的话 一样大获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钻石狗组合增值到204%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下个星期就回复正常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投资日至二月份 接着我会说电动智能车的下集 中国的电子支付 Bilibili 百度和阿里巴巴 去年第四季的业绩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的YouTube投资筆记 好 那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留言 可以在YouTube留言 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年初二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财源广进 万事胜意 我们要下星期二、三 再跟大家见面 中间如果有任何事 我们就会出正经短打或Patreon 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周末愉快 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